外籍女佣在新加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全国有564万人 大概有24万女佣 算下来平均每4到5户家庭就有一户雇佣女佣 他们主要来自菲律宾、印尼、缅甸 背景林乡在新加坡赚取每个月500至700新币的薪水 新币对人民币换算接近是1比5 但是新加坡一位人气很旺的公司高管 最近被新加坡网友围攻 为父不仁、无情无义 一个百万年薪的人为难一个月薪600的女佣 这件事情一发生 搞得新加坡内政部长尚木根 以及著名投资机构淡马西控股的总裁都出来表态 不过这次故事的主角身份还真有些特殊 主任公的名字叫做辽文良 他前后担任过新加坡张仪机场集团主席 宋玉集团主席 新加坡凯德集团创始总裁 淡马西控股、高级顾问等等 他可以说在执掌新加坡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公司里面 前前后后担任过领导 而他究竟做了什么事 让我们一看究竟 在新加坡很多中产阶级家庭都会聘请外籍女佣 帮忙打扫家务、照顾家里的老小 那些住在别墅里的家庭甚至还聘请两个女佣 一起打理家务事 一般人可能觉得给高收入家庭工作 应该是待遇优厚、人人羡慕 不过通过这个事看来 有钱人家的工作也并不那么好干 这个富豪家的女佣来自印度尼西亚 名字叫做巴蒂利亚尼 今年50岁 在她家干了快8年 在快要结束雇婴关系的时候 她突然被指控偷窃 偷了价值超过3万新币的财物 约15万人民币 女佣巴蒂也因为官司缠身4年 最后因盗窃罪被判了坐牢26个月 但是最近几天案件出现了大反转 事实上判决下来之后 巴蒂一直在喊冤寻求帮助 义工组织和一位知名的律师决定无偿帮她 最终在近日法院推翻了以前的判决 宣布无罪释放巴蒂 她被偷窃官司缠身4年后 终于洗脱罪名 犯案的同时也把被告廖文良一家人 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个判决说明他们诬陷了这名女佣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巴蒂 在2007年3月受雇 开始在张仪机场集团 主席廖文良的家里工作 除了廖文良本人 家里还有妻子 女儿 儿子 以及儿媳 工作了8年之后 很突然的 在2016年10月28日 廖文良和家人怀疑巴蒂偷窃 要与他终止合约 那么巴蒂被命令 在两个小时内收拾行李 并离开雇主的家 他向廖文良的儿子 要了几个大箱子 把这些年的随身物品 寄回印尼 但是在他还没有完成封箱的时候 中介那边就通知他 时间到了 必须离开雇主的家 接下来会有两个司机帮他封箱 寄回印尼 但他离开后 廖文良和家人花了两个小时 检查这些箱子 双窗在里边发现了许多属于他们的物品 一个价值25000元新币的名牌手表 苹果手机 名牌包 男士衣服 厨房应品 和餐具 等等 并且拍摄了一个21秒的视频 作为重据 2017年8月 八蒂被控四项偷窃罪 2019年3月20日 被判偷窃罪名重立 坐牢26个月 那么前一个法官 也就是判定女婴有罪的法官表示 八蒂在雇主家工作多年 廖文良和司机没有理由要串谋 陷害八蒂 但是在一年多之后 2020年9月4日 另一名叫做陈崇安的法官 就推翻了上述的判决 改判八蒂无罪 首先陈法官认为 雇主报警存在不当的意图 2012年和2013年 八蒂被雇主派往 廖文亮儿子的办公室打扫卫生 2016年9月和10月 又再次派八蒂到廖文亮儿子的 单独住家打扫卫生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 让女佣打扫自家之外的地方 是不合法的 新加坡人力部也有明确的规定 雇主不可以非法调派女佣 到工作准重 列明的住家地址以外的地点工作 后来八蒂被开除的时候 他曾经向雇主喊话 要向人力部投诉 自己曾被要求打扫 廖文亮儿子的住家和办公室 这一举动明显激怒了廖家 法官认为这是雇主报警的动机 雇主一家担心八蒂举报他们 所以先发之人 于是陈法官表示 有理由相信 廖文亮知道女佣不满后 采取先发制人的第一步 突然终止雇佣合同 也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收拾行李 希望他没有时间向人力部投诉 当八蒂表示要投诉后 廖文亮随即报警 以确保他不会再回了本地 那么到底女佣有没有偷窃呢 首先雇主儿子的指控多次前后对不上 例如雇主的儿子曾经提到 八蒂偷了他学生时期 在英国使用的厨房硬品和餐具 女佣的律师表示 厨房硬品其实是八蒂在超市买的 那么针对雇主儿子说他使用过这些物品 律师则指他撒谎 因为部分的物品还未拆封 其次在所谓的失窃物品当中 有许多都是破旧不堪价值不高的破烂 法官也相信八蒂之前的说法 一些物件是他自己也买的 另一些是雇主丢弃后 他又从垃圾桶捡回来的 再次女佣先走一步 把打包好的赃物要求赃物的主人付钱寄回印尼 那么这是不是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这样的行为不符合常理 于是第二个法官也就是陈法官 就根据以上和其他更多的细节和证据 做出了新的判决 推翻就完 现在这事还没完 那么洗脱罪名之后 八蒂的辩护律师表示 他们打算针对过去四年的损失 向雇主索赔 那么这四年八蒂滞留新加坡 但因为有官司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有三年半的时间 他都住在新加坡的收容所 靠着义工的接济生活 每天为上诉而忧愁 事情尘埃落地 张仪机场集团主席廖文亮一家人的做法引发了巨大的忠议 但马西控股的一个高管 向记者表示 张仪机场集团主席廖文亮在多家公司的过往业绩 也证明了他对新加坡是有贡献的 他劝大家不应该武断的下定论 而新加坡律众部兼内众部长尚木根这样表态 他首先表扬了免费为女佣辩护的律师阿尼尔 他找出了中举的各种不合理之处 并且很好的为被告申员 那么阿尼尔是一名资深的律师 一般的收费22天的官司要将近10万新币 约人民币50万 三天的上诉费则需要3万新币 加起来这次的官司本应该收费在15万新币左右 约合人民币大概是75万 但是他义务无偿的为女佣申冤 分文为取 同时他也表示 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雇主和女佣纠纷的案件 这里边某个环节一定是出问题了 不过部长也提醒 检讨的过程必须是公平的 既不能过于维护自身 也不能抱着猎巫的心态 那么普及一下猎巫是什么 猎巫原指中世纪对刑事巫术的人 进行搜捕和审判的行为 今天指的是一种急于对他人加罪的心理 不过很显然 现在看来大多数的网友的情绪是有点激动了 大家都知道 在新加坡当高管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恰逢现在经济不好 很多人失业降薪 领着巨额薪水的高管们 就成为一些人的眼睁睛肉中刺 现在一个位高权重的高管 闹出因为小事为难女佣 还一次做假照 于是一些网友就直接炸锅了 入狱辞职宠罚 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 更有人这样说道 如果没有对廖一家的进一步法律行动 这些网友就再也不会对司法体系有信心了 那么这个事情让人感到唏嘘 原本看起来是因为一些小事 女佣和雇主发生了矛盾 但是女佣尝试用雇主的不合规行为 威胁 雇主则通过栽赃 想把这件事压下去 八年的合作情谊落得如此下场 外籍女佣四年没有工作 差一点铃铛入狱 德高望重的雇主 面临无数网民的口水 骂声盖过了他过去的事业重就 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故事 好了 想了解更多后续进展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第一时间为您崇尚精彩内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